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所以的话呢 还有等一下你们到车站 不过我们这一团 我看你们大家 带的皮箱都够大 东西都放在皮箱里面去了 没有像我之前那几团的客人 拧拧拧拧的 左一带又一带 到车站很麻烦 所以有的时候客人呢 如果您的皮箱太多 太大 太重 你不想自己拖的话 只有花钱请人家帮你拖 那车站有一个小红帽的服务 这个小红帽呢 它会拿着你的箱子 跟着你们走 一起帮你们送到车 送上你们坐的那个车子的地方 帮你们行李放得好好的 那这样的话呢 人民币呢 一件大行李的话呢 人民币呢 It's a call It's a call 所以它会帮你们放上车 如果你们有这个需求的话 那到时候呢 就叫一下这个小红帽 帮你们拖一下行李 如果你们不需求 我看你们好像几乎一件 那还OK啦 几乎一件都还OK 除非自己拿不动的 那就找他帮忙一下 所以车站现在都有提供这个服务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来 那我们现在先去吃饭 吃饱饭 我们就 怎么了 这个旁边有那个标语 他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什么使命啊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啊 不知道 不知道 他的表演很多 不忘初心 不忘使命 你的使命很多种啊 劳记使命啊 劳记使命 使命 这个使命这个词的 那个含义就很深了 对吧 对啊 你爱家国也是你的使命啊 比方你作为一个家长来说 你对家庭的负责也是你的使命啊 你的使命就是 保家费国也是使命啊 你工作就是你的 这个事业有成也是一种使命啊 所以使命这个广泛 意图意思很广泛 嗯 使命必达啦 使命必达啦 好 使命 出来 光字 在 但 Eye 除我 这个 这是 我的 你们 没有 这个 是 那 我的 买 inf 这个 �� 了 因为我们上次不见了 在动车展节的一期 适合的都漂亮多了 适合的 适合的飞行的包包 后面到央旧的那个 包包飞气 一天那个进入气 很大大的冒际 今天这个一台是 我们的看片 嗯 站上大地 你看下不在大地上 好可可 好可可 你看看真的在瞎当 嗯 谢谢 我 好可可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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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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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